干脆啊,关起门来,自娱自乐部 但是呢,他如此消极的对待朝廷啊 他又怕慈禧那老娘们知道啊,治他的罪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您要是来北京石大海的公王府旅游啊 您穿过这公王爷的府邸,一直奔后走 在最后边啊,那就是公王府的后花园了 穿过那座西洋门啊,您就能看到一块立着的假山石 您要是跟个旅游团来啊 这导游啊,在这块石头跟前,得跟进磨的半天 为什么呀,这一块石头上啊 有着这公王府两位主人的故事 第一位主人是谁呀 第一位主人啊,就是和珅 这和珅呢,自打结婚以后啊 虽然这官场啊,运势是一天比一天好 可是家里边不行,怎么呢 他没孩子 您瞧这和的人在宫里陪王半嫁的时候啊 在皇上老爷子身边,那嘴啊总咧的跟嫖似的 可这一到家呀,心里就发愁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没孩子闹的 说来也巧,有一年呢,这和的人陪着乾隆老佛呀 南巡的时候,在这太湖边上啊 就瞧见这么一块太湖石 打眼看上去啊,就好像是一位富人 怀抱着一个婴儿一样 您再仔细一品呢 这富人呢,身穿着长罗衫 头上呢,又戴着风帽 这不正像是庙里的宋子娘娘吗 哎,这可是个好菜头 于是这全清朝野和珅和的人呢 就不惜重金 把这块太湖石游着这运河 一直北上运到了北京城 就放到了自己府邸的后花园当中 果然没过多久啊 这块石头就显了上了 这和夫人啊,还真给这和的人生了一个儿子 谁呀 就是后来乾隆的那姑爷 风神阴德 您看这现代公王府嘛 他是一个三路的院子 和珅和的人啊,住在西院 那有人就奇怪了 这座府最早的主人呢,那就是和珅 作为这府里的老爷 他为什么不住在更显尊贵的东院呢 哎,这很简单呀 东院啊,那是俄妇府 公主跟俄妇啊,住在东院 要按咱们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上说呀 这老人呢,得住在尊贵的东院 这小辈呢,住在西院或者是厢房当中 可是啊,在他们家不行啊 广讲这个家庭伦理哪成啊 他们这里边啊,还有君臣之理呢 您这和中堂虽然是爸爸 您权清朝野 但是您也是臣 这公主呢,是君 所以啊,这公主得住在东院里 今天呀,咱们主要聊的不是这东西两院 咱们接着说这块宋子娘娘石 那有好朋友就得说了 那我去过公王府 人导游说了,这块石头啊,叫独乐丰 您瞧,这上面还有字呢 嗨,咱们先放下独乐丰不说呀 我先跟您说这导游吧 这有的时候这导游说的话,他挺胡天的 刚才咱们讲的这个宋子娘娘的故事啊 那是正经八本写在这公王府的导游词里的 我相信呢,所有带团来这的导游 都会在这块石头跟前先给您讲这个故事 但是啊,这里边有一个致命的错误 哎,您瞧这块石头了吗 它和那个瘦漏透皱的南太湖石啊 有明显区别 这块石头啊,它明显是一块北太湖石 说实在这块石头的家呀,那远不了 无非就出在房山大石窝附近 这块石头,它和谁是亲戚啊 您看啊,那颐和园有块青枝绣了吗 这块石头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应该啊,都产自房山的大石窝 那既然这块石头,它都不来自南方的太湖边上 那么这个故事啊,它也就自然的不成立了 得,咱们再接着讲啊,这块石头后半节的故事 后半节的故事啊,那可就是独乐风了 您站在这块石头的北端啊,抬头看 就在这个石头的顶上啊,有两个字 您能辨识出来,写的是什么呀 写的是乐风 一拙吧,您就知道 这俩字耽搁着,它不是人话呀 其实啊,在这俩字的顶上啊 您看不见的位置,还有一个字 那个字是独,三个字连起来呢 就是独乐风 据说这仨字啊,是公亲王疑心 命人磕上去的 有人说这不混了蛋了吗 那圣人都教过呀 圣人说了,这独乐乐它不如众乐乐呀 这全清朝野的公亲王 怎么透着那么小家子气呢 这字啊,被磕上去的时候啊 据说是光绪十年的时候 光绪十年,公王爷疑心呢 又被慈禧太后打压 父贤在家,是丢了一切差事 虽然啊,这大清国世袭网替的 亲王衔还在自己的肩膀子上 可是呢,已然没有什么正经差事了 这可不是这公王爷第一次丢差事啊 公亲王疑心,排行载六 那是道光皇帝最疼的一个孩子 因为这道光皇帝认为啊 这老六疑心呢 不管是行动坐卧走 做派气魄气势上啊 那都是非常像自己的 这道光皇帝啊,经常指着疑心 对这满朝的大臣啊 或者是后宫的嫔妃说呀 诶,此儿累我呀 就是说呀,这孩子他随我 可是啊,在道光晚年呢 对这个儿子啊,他心生了厌恶 因为道光觉得,他这个六儿子 虽然在能力上啊挺强 但是呢,从亲情上讲 对爸爸的孝道啊,他是有欠缺的 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又受到了老四一主的蒙蔽 就是那后来的咸丰皇帝 于是道光就把皇位传给了 看上去很贤德 有人均之心的老四一主 虽然后是读史书的我们 知道这个道光皇帝是选错了人了 无奈呀,这是历史 谁也不能改变不是 从这道光皇帝死后啊 秘密立储 留下两封御址上啊 咱们就能看出 他心里啊,还是心疼这个六儿子的 第一封遗址啊 上面写的是 立皇四子一主为太子 第二道遗址上面写的是 晋风黄六子一心为公亲王 在秘匣当中有两道遗址 这种秘密立储的方式啊 在友情一代还是独一份 不管怎么说 没当上皇帝 这算是爸爸道光 给老六一心的第一次政治上的打压 可是这才哪到哪啊 第二次就紧接着来了 因为啊和自己的哥哥争夺过皇位 所以呢这四哥一主啊 在当上皇帝以后啊 就死不待经这个六弟 虽然啊 在咸丰继位的第一年 就把原来庆郡王的府邸啊 赏给了六弟一心 就是您现在看的这座公王府 可是啊 直到三年以后 这咸丰皇帝啊 才遵照爸爸道光的遗址 把这个六弟一心封为了公亲王 在之后的几年里啊 这公亲王一心呢 管管内务府 在管管齐务 让外人看来啊 都是露脸又有钱专的活 可是这些啊 都不是正经的国家大事 什么内阁呀 军机处 这种有实权的位置啊 都没有一心的份 就是这样的贤差啊 也没干长 咸丰三年的七月一日 一心的生母 孝敬城皇后 在后宫生了大病了 这咸丰皇帝呢 就把这老太太啊 进封为孝康皇太后 哎 他为什么对疑心的妈妈这么好啊 因为咸丰皇帝的母亲呢 他早亡 尚在幼年的义主啊 是被这敬妃一手拉巴大的 所以这公亲王的妈妈 实际上啊 就是这皇帝咸丰的养母 可是老太太呀 福分就到这了 进封为皇太后的第二天啊 就撒手人寰去了 丧事办完以后 这咸丰皇帝就降旨意了 罢免一心一切职务 回尚书房读书 为什么呀 因为他觉得呀 这一心呢 在办理妈妈的后事的时候 不够用心 实际上啊 这就是找茬 七月一号那天啊 皇帝啊 来后宫探望太后的病情 走到宫门口的时候啊 正看见公亲王 打里边出来 一边走啊 一边用一脚啊 试着自己眼旁的泪水 皇上就问了 太后病情如何呀 这公亲王一看呀 是皇帝来了 联邦跪倒 跟皇上说 哎 恐怕是不中用了 就在这两天了 就等着您呢 给封号了 咸丰呢 听了弟弟的话呀 就顺口答应的说 嗯 好吧 然后就抬腿 进了太后的寝宫 可是公亲王疑心的 没等着皇帝真正下达圣旨 就把这件事情啊 和内阁商量商量 给太后议好了 尊号 天下明发了 皇上对这件事情 他当然不满意了 说清了呀 你这兄弟是没拿 我这皇帝哥哥当回事 怎么我没拍板呢 你就先把这件事情 公布出去了 说中了呀 你这算欺君呢 假传圣旨 你这可是天在的罪 行 处理的还不算中 把这公亲王的差事全停了 轰到上书房读书 可是啊 这件事直接连累了 这去世了的康祠皇太后 嗜号一直不齐 哎 换句通俗话说吧 就是别的皇太后死了 有十二个字的嗜号 可是孝敬皇后轰事以后啊 只有十个字的嗜号 这呀 完全是这咸丰皇帝小心眼 咸丰皇帝死了以后啊 这公亲王一心 保着二家皇嫂垂帘听了证 公高莫骨于救主 他一下子还救了仨 首先呢 是二家皇嫂 词安和慈禧啊 再有一个 就是自己的皇帝侄子 同志皇帝 于是呢 这朝廷加恩 公亲王一心呢 就变成了这 义政王 公亲王一心 并且呀 赏亲王双凤 在这大清的王爷里 地位仅次于 摄政王多儿滚 可是啊 这西太后慈禧啊 是个小心眼的人 他用了公亲王啊 他还要提防公亲王 第一次呢 就是同志三年 曾国藩率领着乡军 攻进了南京城 宣告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这以曾国藩为首的一般汉臣呢 那可都是公亲王重用提拔的 这慈禧太后呢 就发现呢 这帮汉臣心中啊 只只有公亲王 不只有大清朝 于是啊 他就利用了一个小人 叫蔡寿齐 参合着公亲王 功高盖主 慈禧太后 那是多鸡贼的人呢 他心里知道 利用这种方法啊 并不能在政治舞台上啊 一棒子打死公亲王一心 但是啊 他利用这次机会 成功的削弱了公亲王一心 手里的权力 并且 让这权清朝野的公亲王啊 打心眼里 怕了他 这太后挤对公亲王啊 小黄你也不闲着 就说这侄子同志吧 亲政没几天 国事没办好 就要给自个的妈妈呀 修园子 他要给慈禧啊 重修被英法联军烧毁了的圆明园 别人不说啊 这一心是知道啊 公王也心里 明劲似的 知道这大清国兜里 有多少钱 乾隆盛世能干得了的事啊 今天咱们已然干不了了 所以啊 在朝会上 就极力反对这件事情 这小黄的同志啊 是一副完事不公的样子 没说几句啊 他还急了 他洗眼睛啊 瞧了瞧自己的这位 六叔公亲王一心 就说道啊 此位让你呼 这句话可不是句玩笑话啊 他那意思是说呀 干脆这皇让你当得了 这可是说臣下欺君啊 不但如此啊 还夺了这公亲王疑心的亲王双凤 乃至世袭罔替 并且呀 还要把公亲王的这亲王爵位消了 最后呢 当然是两宫皇太后出面 把小皇帝一通臭骂 随即呢 又恢复了公亲王的所有职位和他的爵位 可是这下啊 这公王爷真涨血了 他知道啊 这太后得罪不起 小皇帝啊 他也是得罪不起 说来啊 这日子也好混 时间过的是真快 转眼的这同志年就过去了 这不来到这光绪十年了吗 那么这回公亲王 为什么又把自己的差事都丢了 付钱在家了呢 这又是因为慈禧有意的打压 慈禧太后认为啊 一旦这小皇帝光绪归正 在国家大事的方面啊 他是没有能力挟制住公亲王疑心 这种权臣 所以啊 他决定在他退休之前啊 就先把公亲王打发了 可是无奈 他找不着理由啊 哎 就在磕睡的时候啊 有人送枕头来了 法国人来了 中法两国啊 在中国的西南边陲开战了 这没有一点成事的大清国呀 又打输了 当时啊 这公亲王疑亲 可是这军机处的领班大臣 得 慈禧太后啊 干脆就把这个锅呀 让疑心背了 就这样啊 解除了疑心的一切职务 公亲王啊 回家抱孩子去了 闲来没事呢 这公亲王啊 就站在自个家的后花园 这块太湖石的边上 看看这块太湖石啊 又想想自己 到头来啊 还是老哥一个呀 干脆 他把这块太湖石啊 就改了名字了 在这太湖石的顶上 就留下了三个字 独乐风 什么意思啊 这三个字啊 这王爷是仿古 他想起了北宋的全臣司马光 在官场失忆之后 就在自个的家中啊 建了一座花园 起名啊 叫独乐园 他给这石头起名独乐风啊 是表明他的心意 一呢 是他呀 与这司马光属于是星星相惜 二呢 是他对大清国的官场啊 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干脆啊 关起门来 自娱自乐部 但是呢 他如此消极的对待朝廷啊 他又怕慈禧那老娘们知道啊 治他的罪 于是呢 他就只在正面刻上乐风二字 把那个毒啊 藏在了石头的最顶端 这慈禧再厉害呀 您不搬梯子蹬石头顶上去呀 您也看不见那个字 哎 咱们这故事不就绕回来了吗 这就是这块石头 从宋子石改为独乐风的小典故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天不早了 咱们呀 今天就到这 您记住了啊 自要您长按点赞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